然后将纸钱点燃过后放入瓦块当中 再快速的盖上盖子就会有神奇的效果出现 水一下子就凭空消失 这一步也被老人们称之为龙溪水 就是利用这个独特的步骤 就能够将一坛普通的泡菜变成百年老汤 参串小天地每天剩一剧 二大我们真的是看一支播 讲开店大老板的鸡汤总播 制作这款正宗的四川泡菜 首先准备瓦罐一个 采用瓦罐主要是因为其隔热恒温效果好 同时还能够避免强关的穿透 还有一点一定要采用带弹岩的瓦罐 因为我们将采用弹岩水进行水性密封 从而彻底的阻断空气 让泡菜跟空气彻底的隔绝 这也是防止泡菜腐烂变质最有利的方法 因此这就要关系到容器的密封性是否很好 由于瓦罐是随高温摇烧的容器 所以在高温摇烧的过程当中 很有可能产生气泡气孔跟裂缝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瓦罐的密封性 所以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观察瓦罐内部 是否有明显的裂缝跟气孔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采用到老祖宗床下来 选择瓦罐的独特方法 也就是俗称的祭坛 首先装上弹岩水 在准备一束纸前 其实用其他的纸张也可以代替 然后将纸钱点燃过后放入瓦罐当中 再快速的盖上盖子就会有神奇的效果出现 弹岩水就会瞬间消失 老一辈的人也称之为浓吸水 只有会浓吸水的瓦罐才会有灵气 不吸水的瓦罐则就不能要 那么这个方法听视迷信 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原理 因为子弹燃烧丢入瓦罐当中 会燃烧掉瓦罐当中的氧气 再盖上盖子就会产生强有力的吸力 同而快速将弹岩水吸走 反之爪罐内部如果有裂缝或者气孔 那么就会吸力不足 无法吸走弹岩水 所以不得不佩服 主被传下来的一些古老方法 看似迷信却是智慧的表现 再用清水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过后加入烧开的滚水 再加上弹岩水 最后加入少许高度白酒 然后盖上盖子密封 将开水焖至冷却 充分的利用开水跟白酒进行消毒 等开水完全冷却过后将水倒掉 然后放在太阳底下进行暴晒三天 充分利用太阳的温度跟指挥线的照射 对瓦罐进行二次的去除异味 以及杀菌消毒 这一招通常用到储存白酒 橙醋 酱油 各半酱的容器处理方法 那么经过一系列的步骤跟方法处理过后 才算一个合格的泡菜容器 下一步制作泡菜水 准备适量的凉白开 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采用井水或者换成水 主要是因为后者不会添加一些消毒杀菌的材料在里面 而影响泡菜水的品质 然后加入每斤水60克盐 高浓度的盐不仅能够起到入味的作用 同时还能够防腐变质 然后快速拌匀将食用盐溶解 然后倒入清洗干净的瓦罐当中 第一次的泡菜水达到瓦罐的一大半即可 因为后续还要添加食材或者其他的辅助材料 占用空间 下一步配一煮香料配方 准备八角几颗 桂皮两块 几片香叶 少许红花椒 那么这个组合主要是给泡菜水起到一个真香 去除异味防腐杀菌的作用 再用两白开将香料清洗干净 制作泡菜的所有步骤跟材料都尽量减少沾生水 这样能够有效的防止泡菜水后期的变质 再将香料装入泡菜水当中 然后加入每斤泡菜水10克冰糖 冰糖能够改善食材的口感让其更脆 加住红糖一块主要是起到回甘和味的作用 再加住高度白酒100克主要是起到杀菌 去除异味防腐的作用 摇匀过后 泡菜水调配完成 下一步准备泡菜食材 新起的泡菜水在食材的品种上面也是有所要求 尽量选择水分少 不容易坏 而且能够给泡菜水带来帮助的食材 因为新起的泡菜水发酵时间一般为一个星期以上 所以一期脆弱的食材在没有发酵以前 就会产生变质的情况 还有所有的食材尽量使用两白开进一星期 减少对生水的接触 清洗干净过后晾干水分备用 通常老江是新起的泡菜水必不可少的食材之一 主要是因为其不仅不容易变质 而且还能够去除异味杀菌的作用 所以也被称之为泡菜的守护神 还有想要泡菜的食材色者红润又人 可以选择少量的红萝卜 因为红萝卜在盐跟强酸的虎视下会进行脱色跟染色 从而让其他的食材变得更加漂亮 所以红萝卜是纯天然的色素食材之一 再将所有食材放入泡菜水当中 泡菜水一定要将食材充分的淹没 才能够抑制食材的腐烂变质 从而让食材跟泡菜水充分的发酵 下一步加入弹盐水 再加入少许的食用盐杀菌反腐 再盖上盖子扭动几次排出多余的空气 那么这道泡菜才算正式制作完成 再来讲一下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是储存的环境 一般以冲锋、银凉、干燥、干净为最佳 也就是老话所说的 要将毯子放在接地气的地方 就是直接跟地面接住的地方 这样不管是温度还是湿度都会更加的稳定 一些大的加工厂还会专门挖掘一些 专门储存泡菜的地窖 让泡菜跟陈酒一样发酵、沉淀的更好 这也是真正达到百年老糖酸菜最硬性、最核心的条件 一般兴起的泡菜水发酵时间为一个星期左右 随着发酵食材会产生气泡排出 这个时候可以扭动盖子将多余的空气排出 同时留意弹盐水的挥发及时进行补充 后期泡菜食材成熟过后 夹取泡菜的筷子尽量采用无油干净的装用筷 泡菜肠当中切勿沾油 否则会快速的启发变质腐烂 好了 那我们这款四川泡菜的传统做法 就算给大家分享完成了 大家觉得是科学还是迷信呢 欢迎留言评论 如果能够给大哥子送上一颗免费的点赞跟关注 将会被感激跟感动 谢谢大家